乌克兰从俄罗斯手上重新夺回南部重要城镇赫尔松已过了数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14日涂造访当地 并与居民一同高唱国歌庆祝光复 不少民众为此感动的热泪盈眶 而自从俄军宣布撤退之后 基辅当局也努力清除有敌人埋下的数千地雷并恢复水电供应 要让这座饱受战火摧残的城市恢复到原本生活的样貌 而在乌克兰收复赫尔松之后 不少分析都认为俄罗斯宣布退出至入侵后唯一占领的城市 不仅严重打击军民士气 似乎也象征这场军事行动逐渐走向颓势 不过接下来乌克兰是否能够继续以势如破竹之姿打赢这场战争 军事专家考夫曼在接受基辅独立报专访时指出 乌克兰现阶段握有反攻主动权 但由于刚经历完艰困的战斗 乌军需要整顿与休息 因此接下来的攻势与进展都可能逐渐放缓 他也指出乌克兰下一个收复的地点可能会是鲁干斯克 考夫曼认为随着严寒的冬季接近 俄罗斯会以涅伯和作为天然屏障 试图在东岸重振军队 而在俄国征召的新兵尚未投入战场前 乌克兰继续进攻会是明智之举 不过他也提到一切行动都取决于气候条件 以及乌军前线还有多少可调动的人员 考夫曼也指出乌军可以将海马斯系统移动到新的阵地 这有助于他们继续蚕食俄罗斯军队 接下来也许就能从加坡罗热继续往南推进 另一方面考夫曼也对俄罗斯做出解析 他认为虽然这次是有组织性的撤退 与19母莱曼的仓皇撤离不同 但无论如何失败就是会对士气造成影响 此外俄罗斯军队弹药短缺 也会影响其是否能恢复进攻能力 他预估俄军现阶段战略将巩固防御 并重拾重整军队 等待度过寒冬后 2023年从顿巴斯发起新一轮攻势 记者黄信亚整理报道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